大家好 我是Aren 今天這一集是和我一起在台北籌備婚禮 我現在真的完全懂為什麼很多人不想結婚了 好麻煩喔 好嘞嘞 細節太多了 然後他又是台南人 所以變成說我們要台北一場 然後台南一場 所以就等於是有Double的東西要準備 那因為上次拍完婚紗之後也有蠻多人在問我說 婚禮要準備什麼 所以我就想說我自己在辦這些瑣碎的事情的時候 順便跟你們分享有哪些事情要做 還有結婚會花多少錢 我覺得這應該是蠻多人蠻在意的部分 其實我們現在是要來看我們婚禮的場地 所以我覺得整個婚禮裡面最花錢的就是 場地跟菜色的部分 雖然說最後會拿到大家包紅包 但是最一開始的那個錢還是要先刷下去 真的不是小廚 給你們看一下我婚禮選的場地 我們剛才是在對這邊場地的一些 舞台在哪裡啊 然後還有主桌在哪裡啊 因為我媽會表演 那個長輩 他們喜歡愛憲 欸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 這個場地好像跟一般的 想像中的婚宴中圓桌圓桌的那種很不一樣 因為其實我們一開始考慮要不要做戶外婚禮 最近還蠻流行的 但是有想到說 欸 也不曉得到時候天氣會怎麼樣 那如果戶外婚禮的備案 然後變得很不好的話 我們也會覺得 呃 而且戶外婚禮的話 通常要拉車 拉車拉到山上之類的 然後 所以我們後來就想說有個折衷 就是你們可以看到旁邊 它其實這個場地旁邊是有大的落地窗 陽光是進得來的 然後再來一點是 你們可以看到它中間是那種Buffet的形式 因為我們到現在都還沒有想好 到底婚禮當天要玩什麼把戲 然後也蠻意外的 我媽他們那邊也覺得很OK 然後我們這禮拜又剛好要去看喜餅 喜餅一個人的預算大概 我們這一家比較貴 是到八九百 而且我們長輩的部分 我們還會附贈大的 所以我們這樣算一千毫 一個人的喜餅費用 我們的喜餅真的是 花蠻多心思的 因為那一家我真的很喜歡 對這樣是十萬 還有之前的拍婚紗 還有現場穿的婚紗 又是一筆錢 還要再另外租 所以我等一下行程會去那個婚紗公司 就挑一下 順便租一下我現場要穿的婚紗 而且我們會辦兩場 就是我們台北一場 台南一場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算是四萬 然後台南的一桌好像 台南也比較便宜 對 台南一桌大概是抓七千到八千 因為我們在台南是在活動中心 但是我們一樣會把它布置得好好的 讓它看起來沒有這麼像要打籃球的地方 不會 活動中心不是就很好 我沒有看過你們跟我說活動中心 我台北人我就覺得 蛤 是要打籃球還是要打躲避球啊 那個活動中心是很適合辦婚宴的場地 真的嗎 對 好可怕喔 很可怕喔 我光婚宴場地就已經有十二萬了耶 完了 布置還沒加 布置還沒加 還有我們有請婚部 對 然後還有教堂 所以我們在教堂又會再有筆花費 我們教堂後面還會再擺那個 宴客的小食物 我覺得百萬跑不掉 我們現在下一個行程是要去挑台北的婚紗 因為我之前拍的婚紗是在那個嘛 在韓國拍 好可是我現場在台灣還是要穿婚紗 所以我現在要再來這邊再挑一次 你們好 嗨 妳好 妳好 妳們 我好像是 我這樣子看不出來有什麼不一樣耶 它下面 因為其實也蠻多人問我說 欸上次拍完婚紗 那我宴客的那個 我實際要穿的婚紗是 在哪裡選這樣 我之前來的家 他們在台北他們是有直營的分店 所以他們也有個像這樣子的地方 可以讓我們挑婚紗 這個鞋子也是從韓國拍的 那一般都穿哪一種類型的 因為我對鞋子也都還沒有研究 完了 東西好多喔 對 就是婚鞋通常是新娘最容易忽略的一件事情 那定製的時間要比較久 因為通常大家會覺得 婚鞋我來了買我就可以帶走 對 但我們家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家也是手工定製 欸所以我不能這樣直接拿著就走了 對 就是你來這邊試穿尺寸 然後我們請韓國幫你訂製 然後大概要一個半月的時間 所以是要提早準備 那就是我現在欸 對 沒錯 我要的話就現在就要 那一雙大概多少錢啊 那一雙大概多少錢啊 大概五千到一萬都有 就是看你選的款式是什麼 這是純設計師款 所以這一款大概就要九千塊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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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這樣素的 剛剛那種你可以另外加鑽石 這個上面有沒有就是七千 嗯 就看你要不要在這邊直接解決 所以我這邊還要花婚紗的錢 還有買鞋子的錢 那飾品咧 投資的話其實我們這邊有簡單的投紗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話 是可以提供給新人的 是借的 對對 借的 還好這不會你不要再花錢了 哈哈哈哈 不會 欸好帥喔 我沒有這套鞋子欸 我覺得可以 你今天這樣搭完全沒有完蛋 這是二四點五嗎 對 二四半 剛好你的時候 而且你平常這樣就可以 如果你要開會 或是有些比較重要的會議 可以耶 要證實一點 其實這樣就可以配了 這超美 而且尺寸剛好嗎 剛剛好 這雙 這雙多少 九千 因為它上面已經有 它上面已經有飾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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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整個 那我剛剛在這邊就直接解決 台北婚紗還有婚鞋的部分 然後因為還有燕客的晚禮服 這邊的話它比較是以白紗為主 所以我晚禮服還要在 找地方去租 反正就一生一次 花錢可以解決的話 就讓它漂亮一下 花錢就可以漂亮 好 那我現在就直接回去和你們分享 我籌備婚禮到現在 目前為止的所有花費 那我們就直接回到家裡現場 好 那我們經歷一連串的結婚準備 我們現在終於解脫了 真的是一連串 對啊 而且我們還多了一些新花樣 就是結婚典禮現場的布置 剛好順便拿來這邊當布景用這樣子 對這個真的蠻好用的耶 黏土弄上去就可以直接貼這張背景 對啊 之後我們還會有一集 再介紹我們婚禮當天的布置 不過接下來要來最緊張刺激的部分 就是到底我們這一場婚禮花了多少錢 那我在上這支影片的時候 我們的婚禮影片應該還沒出 因為我們還在等那個婚社公司給我們檔案這樣子 我當天現場我真的 我原本打算有紀錄 發現真的無法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紀錄 我們這一場婚禮的總花費 那其實現在比較可惜是因為我們原本在台南還有一場婚禮 會走比較傳統儀式路線 但是因為現在比較危險嘛 所以我們就先暫時取消了 所以我們就台北的這一場 教堂跟舞宴的部分來算算看 花了多少錢吧 我覺得你應該還不知道總數對不對 我剛剛已經先算過一次了 所以我現在知道總數 因為其實這次幾乎都是嫌內住在用 其實我根本 我已經亂成一團 我什麼都搞不清楚 對我現在鉅細密的把它寄在我的Excel裡面 然後我就記得這段時間 他就一直叫我會錢到他戶頭 會錢到他戶頭 不然我就想說這個人到底是不是 好啦那就一項項來囉 好 我列了十項了 因為我們的午宴是自助餐的形式 然後是高級的 對然後是算人頭的 一個人的成本是 就是2200塊加一層服務費 對 其實我們在選這一個飯店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我們已經賠錢賠定了 然後加上我們還會給喜餅 然後我們的喜餅成本 差不多是五塊一元 所以 可是我覺得就是我自己不太喜歡說說婚禮 要給冰漢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就覺得大家幫我正常的就好 這個是算是我們的心理吧 畢竟這是我們 就是很感謝大家來參加 對啊對啊 那婚宴飯店的錢是41萬 所以應該最大筆就這個了吧 對這是最大 單一項目最大筆的是這個 我們請主持人加婚固團隊 那這個團隊他們也負責場部 場地的布置 對 然後我們的場部很厲害是 有花藝師 對對對 我覺得我猜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58萬了 對現在58 現在應該都小筆小筆的 我們應該70萬左右可以搞定吧 大於這個數字 對然後婚錄是 因為我們還有包含SD快檢 對我們包 我們加價了15000塊的快播快錄 所以 那我覺得那個效果真的超好的 超好的 對這個必須加真的 因為我們早上是教堂婚宴 然後下午午宴的大家 馬上就可以看到我們教堂婚宴的場景 對因為只來吃午宴的話 他們沒辦法參與到教堂 全程 對教堂醫師真的很感人 我覺得這15000的話 教堂其實教堂我們會 自己奉獻 自己奉獻 那奉獻的這個錢 我還是把它算在裡面 就15000 心命要負責的是 主婚人 新郎新娘 對 跟伴娘 那所以我們請了 總共有四個人來畫 喔總共有四個人 四個人來畫七個人 喔喔喔 我把兩組的加起來 他們3萬2 對3萬2 OK然後再來是喜餅 哇我們的喜餅也是挺貴的 哇 我們的喜餅是9萬8 就是我們說的差不多是一盒多塊1000塊這樣子 接近接近 可是每個人拿到喜餅都會超好吃 我覺得大家就是 真的 像是我朋友說 哇這一次吃到喜餅驚艷到 我們後來受到大家的回饋 都是覺得自助餐也很好吃 因為現場有原味燒烤牛排 不過我們都沒有吃到 真的 我只吃兩口沙拉 我好傷心喔 但想起來每個賓客都跟我們講說 才有多好吃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們下次一定要自己去吃 對好我們現在再找時間 去吃一波 新娘的禮服其實也不便宜喔 對 3萬5 喔租的喔3萬5 對 然後再是喜帖1萬塊 嗯有包含設計費 那喜帖也超漂亮的 我們怎麼花這麼多錢啊 已經沒了嗎還是還有 對 然後我還把我的西裝算進去啦 雖然說我的西裝是自己買來穿的 但我還是把它算進去 是2萬8 還有那個 我們會給伴娘的 我這邊有給伴娘禮服錢 然後 對對對 我這邊直接買 所以我們這場婚禮是 剛剛的項目全部加起來就是9千 有嚇到嗎 欸 妳整個 怎麼這麼多 蛤 我不知道這麼多錢 我覺得我這樣很像很糟糕的 就是事前啊 都是全部交給別人 然後事後又要念念念 很糟糕的老婆 來不及了 我們不明天都已經辦完了 已經辦完了 已經結婚了 開心就好 開心開心 有開心有開心 這些東西 欸 你這些你有算進去嗎 這個 這個沒有 可是這個還好 因為這個相片的錢 一張大概就是幾百塊 所以整個布置就大概就是兩 三四千塊 你有連我們婚紗錢 那個去韓國拍婚紗錢 一起辦嗎 沒有 我也要算了 我們去韓國拍婚紗花了十三萬 那就破一百了 那就是 一百零三萬 一百 然後應該蠻多人會關心說就是 很多人會說我們會收到禮金嘛 那那個禮金有沒有辦法跟那個婚宴打平這樣 我們已經統計完大家禮金 然後我們一起拿去那個 馬上去存錢 我們拿去存錢存起來了 然後禮金的部分 差不多就是跟那個飯店打平 我們飯店對差不多打平 對 那在這邊也非常感謝 就是有來我們教堂聖婚的愛獎們 真的很謝謝你們 現場看到大家覺得 哇超感動 然後也很開心有收到很多愛獎的禮物 我們兩個都有打開來看 真的很謝謝你們 所以這一集就是延續我們之前婚禮準備的過程 還有我們歡宴花多少錢的 簡單VLOG拼給你們看 那因為我的觀眾還蠻多已經結婚的愛獎 不曉得你們當時結婚的時候花多少錢呢 都歡迎在下面跟我們分享喔 我覺得我們花算多啦 對來PK一下 看誰比較多 好像不能這樣講 我覺得我們花算多 你以後要加倍賺回來 一起努力吧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還是我的 是老婆 那我們這集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分享影片 記得幫我在左下角按個喜歡 然後也歡迎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那他也有一個器材女人毛巾的頻道 上面有放我們交往10多年 我們兩個在婚禮放的回顧影片 如果你們有興趣都可以去他的頻道上面看 那我們就很快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我突然想到我們還忘記加了幾個項目 等一下 103萬還是還有超過嗎 如果真的要算的話 我們還有一些金氏還有我的賺借 還沒加 對金氏我們兩家互送就各送10萬 各送10萬 對然後我的婚戒也差不多是這個數字 所以真的要這樣加錢 530萬 530萬 對 對 好努力工作賺錢 好我們要去上班了 我也要去上班了 韓韓是你把我從男孩變成男人 只要是對的事情 你就會勇往直前 這就是我最欣賞你的地方 括弦 好 其實 進房子 進房子 好 在這裡 中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